找你 現在準備出發去油獎球場 看酒店隔離吃一餐 你如何看到我今天沒有賣衣服 油獎球場位於地鐵的 Arsenal 站 步行三分鐘就到了 這個入口網絡相當冷清 原來剛才那個算是側門 正面地看才有氣勢 我們剛剛買了票 現在有一本這樣的小冊子 我們現在準備要進去 阿仙奴的Stadium Tour 是採用自助語音導航形式 每個入場人士都會有一部語音導航機 去到指定位置就可以收聽相關的資訊 都有中文的 不過就是普通話 阿仙奴的客隊更衣室內有一張比正常高的桌子 好像是阻擋對方球員溝通的心理戰術 而主隊更衣室的設備就完善得多 還有按摩池和按摩床 讓球員中場休息時鬆一鬆 難怪阿仙奴的球票賣這麼貴 這條就是阿仙奴球員的出場通道 這條就是阿仙奴球員的出場 我們現在有請剛剛嘉汶那個 踢得都挺差的球員 你怎樣看剛才那場賽事呢? 整隊球表現都非常好 希望現在的比賽都很激動 不然踢得更加好 對於你剛才被當球踢進龍門有什麼看法呢? 純粹意外而已 你對於雲嘉有什麼看法? 他是一個很偉大的領隊 在我心目中,沒有他就沒有我 但好像說要解僱你 我不相信,這些是傳奇的 我預計有機會跟阿仙某組合 好,再見 完成旅程時,輸入個人資料 就可以拿一張證明留念 球場出口同時是阿仙某紀念品店 我老公直接雙眼發光 不斷狂掃阿仙某紀念品 這次他真是滿了而歸 之後我們去了Campden Market 一間吃炸魚薯條的老字號 Puppies 吃午餐 畢竟Fish and Chips 都是英國菜的代表作 就算平時不喜歡吃炸魚薯條 也要叫一份試試看 看起來真是超大份 但吃起來又沒有想像中那麼油膩 而且熱辣辣,也算蠻好吃的 Campden Market 以 Punk 風格的商店出名 但這條大街賣的只是一般給遊客的紀念品 反而這個Campden Market 裏面 就有一些具風格的小攤檔 主要買一些手作、擺設、飾物等等 做得比較精緻和有堅密 我也買了不少東西 逛街逛到忘記時間 衝去大英博物館都只剩半小時看東西 我唯有專攻我最有興趣的埃及館 埃及館裏面放了大量的木乃伊 是真的木乃伊 除了有棺木之外 還有些是拿出來包著果絲布的 真是有少少恐怖 旁晚我們去了倫敦之旅最後一個景點 就是位於35樓的Sky Garden 這裡的觀景台可以看到倫敦的主要景點 重點是只需要提前網上預約 就可以免費入場 這裡還有幾間餐廳 價錢不便宜 人均消費大約港幣500元左右 不過可以看著這麼漂亮的景色吃飯 都是值的 建議可以安排日落時間進餐 就可以看完日景、日落及夜景 本身打算今晚可以很浪漫地撐桌腳 可惜我生病了 甚麼都吃不到 唯有看著我老公吃 我就欣賞一下這裡的夜景 今天我們要離開英國 我們搭Hit Road Express 只需要25分鐘便可以到達希斯路機場 好 現在在英國吃最後一個早餐 英國的早餐 然後我們準備要起飛去買Octa 剛剛在Duty Free買了化妝品 這裡扣了水的化妝品是很划算的 這七天的英國之旅 經歷了時情時雨和變幻磨擦的天氣 很期待西班牙和暖的陽光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的vlog 請like我的facebook專頁 或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